来我们来试一下赵才能 刚才有点卡屏了 找到哪一个来着 My logo test出这个 这个是吧 在中等中打开 编译一下 不愧刚才我这闪退了 然后它没保存吧 没保存是吧 没保存 行行行 好好好 哎呀真的是 真的是 enable check size有了是吧 spreet也有了 有了吗 没问题 正常来说应该是我把原来的日志都删掉 原来的日志周灵完在哪 周灵完在 这个地方是吧 把这两个文件先删了 删除 没删错吧 没删错 然后我一回车的话应该是什么 它是不是应该记录 看看 这个是吧 它应该是记录打印这么多日志 然后我打的是info级别 对吧 我们试一下 看看它会不会自动的签 对 还得等2秒是吧 早说 把这个去了 把这个去了 打得快一点是吧 再删了是吧 再删了是吧 不不不不 连紧 可以吧 一回车 等会儿 用自个close的fail 哦 我现在拿了一个问题 哦 对 我取文件的名字 那个地方是不是有问题啊 对吧 就是我说前面我要做切割的时候 我是不是先把它关了 关了的话 你那个文件对象是不是就拿不到了 是吧 哎呀 这个东西怎么能啊 等会儿啊 我看看 我看看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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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往上找 这个地方切割是吧 我在这里先关了是吧 我关了我下面再拿到它状态能拿吗 拿不到了是吧 所以说我应该 嗯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我们的注释写在那呢 我们得换一下 我看看 可以吧 我把它是这段吧 哎呀 是这段是吧 我把这段拿出来放到前面吧 不就这个意思吗 这样没问题吧 把这个也拿到上面吧 嗯 因为咱们123都写了嘛 尽量变化有顺序啊 这个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好 这块 go build 等一下 然后我把那个再删了吧 my log test do log 删出 没问题吧 0 刚才build了吗 05是吧 可以吧 让我看看它这里面 哎 有了有了 有点多呀 这个文件太小了 用那个资源管理器打开 看看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是多少 10乘1024是多少 10 10k吧 找打开它在资源管理器中打开 看看它的文件大小是11k差不多是吧 这个error就是你看是不是只有2k啊 对吧因为它这个写的比较的少嘛 对吧看它这个备份的时间戳对不对的 嗯 咱们写的太太小了吧 2019 0803 8月3号 17点29分 这文件太小了哈 我们稍微改大一点了 我刚才写的就是挺合适的 再 再 这个是吧 乘以10 这样是1024嘛 对吧 这样是10兆嘛 这不大 这我现在死循环呢 都删了吧 好吧 好吧 这个啊 然后我得再编译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差不多是吧 1024 这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吧 需要多1k是吧 多一个 我这里面写的中文是吧 它占的还是挺多的 然后通常咱们日志文件在公司里面应该是多少 不要大于一个G就行了 是吧 对吧一个G就有点太大了 因为你操作的时候可能有点 读的时候有点费劲了 对吧 通常一般就是500兆 800兆 600兆这种 差不多 看看这个 应该没问题吧 你看时间车 2019 08 03 17 30 都5点半了 5点半 然后后面写的是什么 400 450 这是毫秒了是吧 可以吧 这个没问题吧 你会不会偷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切割 其实难在哪里吗 其实一点都不难 说实话是一点都不难 对吧 你看有用到新的东西吗 没有 没有吧 文件操作 判断比较大小 易服判断 然后关闭文件 重新创建一个 打开一个文件 其实不难 其理解都不难 这里面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难的 来回过后来 我们把它都收起来看一下 看起来方法写的是挺多的 对不对 这么多 这么多 然后我看一下log enitfail 这是干什么用的来着 还记得吗 我创建这个文件类型的日志实例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文件的初始化 对吧 是这样的 然后enable这个是干啥的 开关 就是那个判断 判断 判断是否 是否需要记录该日志 对吧 你要记一个debug级别的日志 我得判断一下 你这个debug和我的日志级别 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匹配的 是吧 如果你这个级别大于我 要求的那个级别 我就干什么 放行 如果不大于 是不是就不放行 这个check size 是判断文件 是判断文件 那个什么 判断文件 是否需要 是否需要切割 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Splitfail呢 就是切割 切割文件 这个log呢 记录日志的方法 这个debug 下面这些就是什么 几个 这应该是纪录 12345 5个级别的日志 这没问题吧 都写成故事 这个就是根据指定的文件 日志文件路径和文件名 打开日志文件 这几个其实没有想象那么难 下面这几个 把这个故事都写上吧 老飘黄是吧 看他就箭了 非得写个这个东西 这个l为什么没有 强迫症就受不了 我就受不了这种东西 给你加个波浪线 好了吧 这样不就完了 这个 这个是 日志 文件日志 结构体 这就没了 这个mylog里面是这个地方要写的 行吧 这这不用管了 不用管了 这里面 还要说一个问题 就最后补充一点 最后补充一点 就是这里没用到接口了吗 没有 对吧 那接口怎么用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就是这里面有个什么 就不管你是文件级别的 这个日志 结构体 还是console 咱们是不是写了个console 这是什么呢 终端的日志的结构体 他们都需要干什么 满足是不是一个相同的 对吧 满足一个什么相同的 你是不是必须要有这几个方法 日志级别的这几个方法 对吧 那我就定一个 定一个 在这个地方定一个type 我写上一个typ 是吧 就是logger 可以吧 这个interface 这个interface里面 必须要有什么呢 必须要实现 debug debug 这个方法吧 是吧 这里面需要接收什么参数呢 是不是也得写上 写上 我看看它是什么 debug 这个format 还有个什么 随便是吧 他还付了过来吗 这个是 face没用吧 咱们咱们没写吧 咱们今天咱们没写 info 这个是 warning 是吧 warning 还有呢 还有呢 你必须要实现 然后呢 我定一个接口有什么呢 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现在使用它的时候怎么使用的 在哪里 在这个myloggertest里面 是吧 在这里面我怎么用的 是不是我调用这个上面这个newlogger的时候 得到的是一个 那个什么来着 console级别的日志 我写到这个地方呢 文件类型的一个结构图 是不是一个那个那个那个文件类型的一个结构图 对吧 那其实它相当于你地外也说暴露了两个 那怎么办 放一个 放一个 我写一个 然后把它两个是不是都包进去就行了 对吧 我根据你传入的这个类型 是不是可以选了 对吧 不是这种吗 呃 或者是怎么着呢 你现在这样写啊 相当于我是在全局声明的 其实在这个myl函数里面声明了 那你想定义一个日志实例在我的这个 命包里面的任何位置去使用 那怎么办 就是我现在是在命这个 命点够这个文件里面 可能我这个命包里面还有个叫叉叉点够 全圈点够 我想在这叉叉点够和全圈点够里面都要用到这个log log对象 怎么用 你这不得全局声明一个 对吧 那我全局声明的这个log 我能不能声明一个叫mylogger点 logger类型 没问题吧 这个mylog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interface 对吧 我定义这样一个变量有什么用 有什么效果 我后面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 直接等号了 对吧 那不管你是创建的是console级别的这个log实例 还是我这个文件类型的这个log实例 是不是都可以复制给这个log变量 这个log变量不就是一个全局的接口变量吗 对吧 就这样一个吧 我把它改一下 这个地方给它换成 叫 点进去 起个名字 叫newconsole 是吧 console 那个名字 然后 这 是吧 这样的话 它既可以复制给用这个复制也可以用这个复制 对吧 不就接口里应用吗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步骤干什么 包装起来 对吧 我把它包装一个叫log等一个mylogger.newlogger 你就可以编 包装成这样一个函数 对吧 然后我在这里面是根据你用户不说 我要console 对吧 或者说你传一个你传一个c模式 对吧 或者传一个f模式 你传不同的模式的时候 我在这个函数里面 我在这里面是写个函数 里面是不是可以根据switch 如果你传的是c 我是不是就调用这个 如果你传的是一个failf 我是不是就调用这个 这样是不是就能够实现了不同的这个 这个什么 不同一个那个那个那个 logger实例 对吧 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 接口 这个应用对接口 其实不是特别多 但是你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可以吧 全局的一个logger 这个接口变量 上面一个全局的 好下面这个复制也可以 这个是新公关日子 这个是文件日子 这个例子 我觉得还是放到这个位 这个此时此刻来讲 这个阶段来讲 还是挺合适的 为什么呢 就是他没有很多新的知识吧 除了用了今天 也讲了一个time包 那也比较简单 然后呢 他把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些 基本的数据类型 文件操作 流程控制语据 还有那个文件操作什么的 是不是都给用上了 对吧 都给用上了 还有结构体 其实你回过头来想一想 你看现在 这个代码大概有多少行 看看80 7 60 140 140 300 是不是正好300行 对吧 总共就写了三个文件吧 这三个文件 300行吧 总是怎么说呢 讲的时候感觉也没什么难的是吧 但是后期写的时候还是 还是挺难的是吧 你们回去写 然后这周的作业就是 尽量回去把这个东西 能够自己独立的写出来 好吧 你要把那个需求 就按照我们 课上的这个需求 需求在这里面 是吧 你要把这个需求 一个个 都定义出来 是吧 都写上 然后我一个一个去实现 就把这个整个流程串起来 然后最后要把那个按日期切割 一个个的最好的一个 尝试写一下 好吧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思路吧 好吧 就是 记录就是在 在那个日质结构体中 干什么呢 设一个字段 是吧 记录一个 你就写一个每小时切割一次 怎么切就行了 好吧 记录上一次 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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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切割的小时数 对吧 一天不就24小时吗 它不可能有封策了吧 对不对 不是上一次是8点切的 你就记个8就行了 可以吧 能理解吧 然后呢 我现在就不是check size 我是check什么 check2 可以吧 check2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check2 我就判断一下什么 我说我拿用当前的时间 获取一下那个小时数 我和你的f.f那个结构体里面 包含的记录的那个 上一次的切割的小时数 是不是做一个比较 只要不相等就干什么 就说就会retend true 就要切割 那切割的话 这个splitfile里面 是不是相当于一样的操作 是不是就一样了 只是在这个地方做了个修改 check size改一下就行了 能理解吧 就比较简单 按照大小会的 按照时间切也会的 当然说你要写的时间 更智能一点 是吧 按什么 按小时切 还是按分钟切 还是按秒切 那都可以支持配置 那就写起来有点复杂了 对吧 你就得判断了 是吧 这个问题吧 再检查 在写日志之前 检查一下当前的 当前时间的小时数 和之前保存的是否一致 不一致就要切割 好就是这么做 咱们这个认识库就说到这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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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